郑凯被称为小列豹 是里面的速度担当 大家还经常称他为夜店小王子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他在上海开了一家最大的夜店 每到夜晚来临的时候 四周都停满了各种各样的号车 而且去夜店消费的 全部都是非常有钱的富豪级别 郑凯开的这家夜店面积高达3000平米 里面的装修更是低调升华 一个吧台就有12米长 来这里消费的全部都是公子哥 或是各路富豪 里面的消费到底有多昂贵 我们是无法想象的 据说这种富豪们出入的娱乐场所 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一辈子都消费不起一次的 一晚上的营业额就要高达几百万 里面的酒有的都高达十几万的价格 不得不说郑凯的确是非常有商业头脑 现在他在娱乐圈名气也不算小 凭借跑男赚足了人气和热度 后来又参演了几部电影 像前任攻略等都是有很好的口碑和收视率 但是他的感情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很多粉丝们也希望郑凯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 你喜欢他吗 对此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